今天我們簡單和大家講一下 喜歡怎樣看應有而便秘的情況 其實這也是家長很想關注的題目 有時家長也會留意到 小朋友的大便次數可能被以往疏了 或者是出來的大便質地是乾潔 小朋友用力排便的情況很大力才能去到 而且伴障有些症狀 例如沒有精神 或者是小朋友的胃口轉叉 煩躁 甚至大便上有些混血的情況 他們都會立即意識到應有而便秘的情況 比較擔心 其實我們看這個便秘的情況 成因有兩個方面 首先先天的情況 有些小朋友的體質 例如肺、皮、腎、臟 是會比較弱的情況 終於看到和排便的情況是有關係的 第二 後天的情況 其實小朋友會經歷不同的階段 例如說 嬰兒的時候去到六個月去加固體食物 又或者是她開始上學了 轉變了一個善食的習慣 或者轉變了一個排便的習慣的話 其實都會影響了她 可能導致她排便得不暢順 原來的環境 在我們的飲食方面 如果是煎炸 由於食物過多的時候 大便都容易乾潔 但反過來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建議 飲食上需要多些纖維 多些飲水去幫助排便 但中醫都會看回每個人的體質 有些小朋友其實她的消化能力 脾胃的消化能力比較差 在中醫看 其實她的消化水的能力 和消化纖維 高纖維食物的能力 都會比較弱 如果這些小朋友 他們都吃得過多的水 和纖維的時候 反而都會導致大便不暢順 這些都要看回實際的情況 有些家長 看到小朋友這樣的情況 當然除了看醫生 但醫生又沒有其他 可以再進一步幫的時候 他們可能會試放一些中成藥的產品 譬如說開奶茶 但我們看回這些成份 其實它當中也是偏寒量的藥材 偏寒量的藥材 對於虛寒體質的小朋友 它又未必適合了 就算一時間通到大便 它也都長期復用 甚至會損害它的體質 所以家長就使用 需要專業的中醫師去建議 才可以復用 那當中我們今天有兩組的方法 可以介紹給大家 去嘗試幫助 舒緩大便不暢順的情況 第一 我們在腹部那裡 去做一個推欄 在腹部那裡 沿著大腸的方向 還有在肚臍的兩側兩寸的位置 有個天書穴 我們除了用手掌去按油的腹部之外 我們最後都可以在這個天書穴 去用拇指的指幅 去做一個按壓 每次大概兩分鐘左右 然後在背部 我們有一個叫推折 七折骨和油龜味的方法 七折骨就是在第四節的腰椎 我們可以用指幅 向下按到尾龍骨尾端 那個龜尾的位置 然後在龜尾的位置 再用指幅去按油 大概都是兩分鐘 但是因為其實小月推欄 本身都會按小兒的體質 還有更加多不同的手法 去針對性去處理 如果以上的辨秘問題 都得不到換解的話 都可以徵商中醫師 看看他有沒有更多方法幫你 謝謝大家